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八十九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站起来王后就要走 走了两步又转回头苦笑着摇头 哎 都给那两个烟祸气糊涂了 本来想做个东道 找玉坤女婿衙门外喝点酒的 扯了一堆子闲话都给忘了 楚道兄既是要请客 小弟哪有不愿的道理呢 韩刚将笔一放 小本子收进怀里 丢了两句话就跟着王后走出官厅 玉坤 这样下去不行啊 离开官厅几步 王后便向后一指 我知道你另有心思 但五个人的事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铁打的也吃不消啊 这几天虽然忙了些 但了解到了不少事情 衙中的公文不亲眼看一看 不亲手做一下 就不可能明白 韩刚看了不以为然的王后一眼 又笑道 不过楚道你说的也没错 的确不能像这样下去了 拿着一份俸禄 凭什么让我做五个人的事情啊 韩刚当日说的话置地有声 王后当天午后就跟着王韶去了古卫战 王韶名义上是去确认 最近已经有大战迹象的朔托 薄龙二部的动向 而他的本意则是对李施中 斗顺青 再加上个相保三人的得意嘴脸 来个眼不见为敬 王克臣和李若瑜那两个人的证词 已经早早的到了东京城 与其心惊胆战的等着发落 还不如继续做事 省得自己胡思乱想 等到了十天之后 当王后跟着父亲在古卫寨转了一圈 发现朔托薄龙两家当真要打起来之后 再赶回到秦州 走进购档公事厅时 便看到了一群小利聚在一起 把韩刚的桌案堵了个严实 王后走进两步 就听见韩刚在里面一一发落着 房子漏了 地板坏了 韩刚已经让一个木工专门等候着 为各曹司服务 想调出价格库存档 需乘上主观亲笔 家里分派的老兵手脚不稳 韩刚答应为他们调坏 马舅最近用的草料不好 害得马都瘦了 请回复刘参议 亚中马房最近所用的锄豆都是上等 两个马夫也同样勤力 其他马皮接养的标肥体状 只有餐翼的一匹马便瘦 当不是马舅的问题 在下会帮餐翼找个马医来 韩刚就这么一个一个的把人打发走了 后面又不断有人进来 而他手上的工文批改检查却没有停过 在韩刚身边的一个石盘里放了碗意气补中的香薰银子 看着他在说话之余时不时的端起来喝两口 看起来仍是游刃有余的模样 等着围住韩刚的人群稍少 王后才怒意深重的走上前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是玉坤你一个人在做事 其他的四个人呢 空灵风露不成 出道你回来了 韩刚抬起头 立刻就要起身相迎 王后却不理这么多 拉着韩刚又坐下 说道 玉坤 你前日不是说不能再一个人做五份工了吧 怎么现在还是没有变呢 没办法 韩刚摊开手很无奈的模样 另外四位辅购 两位告兵在家 两位奔走在外 这几天还是只有小弟一个人 若是有人回来 只要一天 小弟就往甘古城去视察疗养院之事了 那两个劳病鬼究竟得了什么病 多少天了还没有好啊 要不要准备申诉医 给他们送过去啊 楚套兄误会了 韩刚笑着 一边指了指手上公文上的一处 对旁边的一个小丽说了声 这边错了 赶快去改 转过头来 一边又解释道 前些天是相辅购 小刘辅购生病 大刘辅购和曹老辅购奉命出外办事 这几天则是大刘辅购 曹老辅购生了病 相辅购和小刘辅购出外 这又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没有任何区别 韩刚说的很干脆 前七天是甲乙生病 丙丁出外 后七天是丙丁生病 甲乙出外 斗顺青和李施忠 这是明摆着 要跟自己过不去 只是这种手法很幼稚 也太保守 不符合韩刚对两个人的认识 但韩刚对斗李手法的评价 不会解决自己现在的处境 韩刚的差遣虽然是购档公事 但还有一桩是监管路中伤病事宜 完全可以以后宇桩为借口 把管购公事的活迹给推掉 就像王朝虽然是金略斯基因文字 但他基本上不做基因文字方面的事物 而是处理他的兼差 提举秦凤西路帆布事宜 并提举秦州屯田示意 在王朝的计划中 韩刚作为他的助手跟着他跑 而韩刚的打算 也是先跟王朝在秦凤西部 原边割债堡走一圈 然后在古魏寨建立疗养院 为下一步打基础 但当王朝和韩刚 想做自己的正事时 李施忠和斗顺青 却先下手为强 让韩刚一时之间离不开官厅 韩刚清楚 这并不是他们真正的杀招 李施忠和斗顺青 也不是要对付自己 很明显的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自家身后的王朝 既然要对付王朝 他们的手段就不会那么简单 现在不过是先挑挑刺而已 真的要动起手来 就会一锤定音 可是要定音 不是已经定了吗 韩刚还是想不透 一万请变成一请四十七亩 而一请四十七亩变成零 王克辰和李若瑜的结论传到京城 如果王安石不保他的话 王朝只有丢官去职一个结局 这一招已经够狠了 玉坤 韩刚在沉思中被王后一声惊醒 抬头一看 王启年站在自己面前 又呈上了一大落公文 韩刚看了看公文的厚度 问道 就这么多 没少吧 衙门中的虚力 最常用的欺瞒上官的做法 就是将一些有关爱的卷宗藏起 使得一些案件失去证据 而胜负颠倒 也有更大胆的 干脆撕刻了大印 模仿长官的话押 自己做了支州支县 去给那些他们受到贿赂的案件判撞 不过 韩刚的这个购当公事厅 只是个转发和检查机构 厅内虚力隐藏公文 对韩刚的影响并不大 他也只是多口问一句 王启年很恭敬地回答道 回官人的话 就这么多 他的姿态竟比七天前老是功顺了许多 这种姿态的转换 里面是否拥有诚意 韩刚完全持否定的态度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他对王启年一直保持着冷漠 指的指出案 你就放在这里吧 王启年一言放下一叠公文 躬身退下 见他退开后 王后就在韩刚耳边轻声说道 于昆 你要小心一点 他可不是个好人 多谢出道提醒 韩刚点头谢道 虽然这些他早就打听到了 不过王后的关心是必须要感谢的 小弟知道 他过去跟陈局走得很近 王启年是市井无赖出身 又素无品行 身上还背着命案 但他在金略斯衙门中说话够分量 跟陈局走得近 也是情理之中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王启年十几年前能进金略斯 还是陈局的功劳 陈局垮台 他在秦州城中各处衙门的眼线耳目 却都还在 虽然韩刚可以确信 他们没有帮陈局报仇血恨的意思 但究竟是哪些人 他却要做到心里有数 这种想法很早就有 韩刚也着力打听 王启年的名号 也是他在去京城之前就听说过了 王后则是听得糊涂 玉坤 我说他不是好人 是我前些日子 看见他跟窦姐走在一起 去逛了惠民桥后的撕磕子 窦姐 是窦家的那一位 这下轮到韩刚糊涂起来 他一时之间想不起来这个人物 究竟是何方神圣 王后提醒道 是玉坤你去京城的前一天 在汇丰楼上 与刘走马喝酒的时候 遇上的那一个 窦家老妻 窦姐 哦 得到提示 韩刚恍然 原来就是那个涂脂抹粉的 对 就是他 王启年就是领着他 去了惠民桥后 王启年陪着窦姐去逛惠民桥后 这事 楚道兄你怎么知道的 该不会也去逛了吧 韩刚看似毫不在意的开着玩笑 心中却在惊奇 王启年竟然会跟着窦姐那个 三世祖 就在当天夜中 白天被韩刚和王后所提及的 王启年和窦姐两个人 正躲在惠民桥后的一家 上等的窗馆中 窦姐抱着个燕窗 上下磨色着 虽说窗记并称 但实际上 记是卖艺 而窗才是卖身 而王启年站在他身边 低声说着话 想不到 韩甫够还真能撑 都半个多月了 还是稳稳的滴水不漏 在周牙里面 可是有不少人 在站着他的手腕过人呢 窦姐的脸色 顿时就像挂了层霜 右手便在一团风营中 用力一捏 惹来一声 竭力忍住的疼叫 窦姐一脚 把那娼妓给踢走 当房内只剩 他和王启年两个人时 他狠声地说道 那是谁也没有认真对付他 家族本是心想 从那冠元小儿下手 再去对付王勺 这事还跟李精烈商量过 只不过现在王勺 成了过街老鼠 马上就要丢官去职了 家族就没有心思 去动那冠元小儿 才让他得意到现在 小人也听说过 精烈相公私底下 都想把冠元小儿千刀万剐 王启年眼睛转了转 炸了窦姐一句 窦姐的心里藏不了秘密 听王启年一说便点头道 谁说不是 上次李时中和家族见面 他可是明说 韩刚是王勺的爪牙 必先废掉不可 照小人说 李精烈只想着扳倒王继仪 至于韩刚不过是条虫子 想捏死就捏死 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不过韩三前次太过欺辱牙内 还是一把捏死比较痛快 窦姐突然觉得王启年 他太热心了一点 王启年 你跟冠元小儿有什么仇 王启年心中一跳 忙陪笑道 小人不也是为牙内生气吗 冠元小儿身上的愤臭 都没有洗干净 哪比得上牙内这等世家子弟 他欺凌牙内 任谁看到心里都会生气 说得也是 窦姐也点着头 说得好 说得好 王启年心中暗暗冷笑 王启年心中暗暗冷笑 窦家的这个牙内真是够蠢的 不过也幸好他够蠢 才会这么听自己的话 挑拨了窦姐出头 动手的只要不是自己 韩三就算能脱难 日后报复也到不了自己的头上 想起韩刚 他心中就恨 他这些年省吃俭用 才结余下的两千多罐 都投在了陈家的智库里吃利息 想等着过些年 老了退休之后 就可以拿这些钱 回乡买个大宅 和实际景田 做个富家翁 可是谁想到 韩三那灾星一动 什么都没了 王启年心中正在恨着韩刚 毁了他的大宅田地 耳中却传入了 让他大惊失色的一句话 既然你为我生气 那你就把韩刚往死里掐 你们做虚励的 不是很有手段吗 实在不行 把价格库烧掉也行 那里正好是他管 烧了以后 他肯定是要吃醉的 窦姐不聪明 所以他会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给其他人做 并认为他人 为自己做事是天经地义 他为自己的妙计 哈哈大笑 一见王启年 没有及时点头答应 便又生起气来 怎么 你不愿意 王启年 却是目瞪口呆 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想挑拨着别人出头 敲自家仇人的闷棍 但最后动手的事儿 却瘫到了自己头上 读书不多的王启年 说不出 坐简自负这个成语 却是在叹气 自己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谁想到窦姐 会是这样的人物呢 王启年苦恼了一夜 想出的几个计策 没有一个能用得上 一夜辗转反侧的 到了第二天 又是发生一桩 出乎他意料的事情来 韩刚生病了 更明确点说 是韩刚告病 请假在家养病 可谁都知道 韩刚根本没有病 他是在抗疫 没人能想到 拥有关身 才不过几个月的韩刚 连这一招都学会了 韩刚前面 他不生病 那是为了自己名声着想 一上任就生病 当然不好 少不得被人说闲话 而半个月之后 经历过日夜 处理繁重的政务 把押中一应琐碎杂事 无一处不处理的 妥妥贴贴 这样的情况下 他已经可以生病 给自己放个假 李施中 没脸拿这事 来指责韩刚 李施中 窦顺青与王勺之间有恩怨 而韩刚则是被连累的 现在是 韩刚吃了半个月的辛苦 而且还有暗地里遭陷害的危险 他等于是在为王勺挡着剑 他已经抗了半个多月 没有理由再为王勺扛下去 韩刚对王勺已经做到 他该做的了 剩下要出生入死 陷自己于险地的事 他可不干 对韩刚来说 他已向王勺表现了自己的忠诚 他向李施中 窦顺青表现了自己的坚持 他已向整个秦州官场 表现过了自己的能力 那他还有什么理由 再卖傻力气呢 五个人的勾当公事厅 只有韩刚一个人 他一力支撑官厅半个月 已经够久了 所以韩刚很爽快的病了 依照时节 四月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夏季了 不过秦州的气候 比起中原江南要冷一些 气温依然留在春天 晴日的时候 天气仍是清爽一人 阳光和煦而不炙烈 无论出行还是在家中 都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日子 韩家小院中的梅树 已经长得郁郁葱葱 片片叶子翠绿 一颗颗只有纸尖大小的梅子 藏在树叶丛中 韩阿里说是等这些梅子熟了以后 就可以自家做些梅酒来喝 一大清早 让李小六去衙门里帮自己 告了病之后 韩刚就靠在梅树旁的一张躺椅上 阳光透过树荫照在他的身上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 很悠闲地翻着 一看就知道病得很重 懒病 躺椅还是韩刚前些日子 刚搬进来时请木匠打的 连油漆都没有用 纯粹的圆木色 虽然这并不是摇椅 但形质在此时 已经算是别出心裁了 韩刚在三月寒时节后踏青 出城后看到的游人都是坐着小马凳 能折叠的胶椅 或是干脆席地而坐 即便在家里的院子中 如王少家 也只是一张胶椅坐着 哪像韩刚让人坐的这种 斜靠背 带扶手而且足够结实的躺椅 靠在躺椅上 韩刚享受着难能可贵的悠闲时光 半个多月来 他一直埋头于沉重繁琐的公务 现在的清闲 是他前些日子做梦都在想的 这才是官员应该有的生活 奔波劳碌的是虚利 不是官 其实韩刚第一天就想生病请假了 虽然用繁琐的公务来整人 是衙门中常见的手段 许多只擅长师父的心性进士 往往就是这样吃了大亏 再得灰头土脸 也有许多奸华虚利 为了长官知难而退 使得自己得以把持政务 往往也会用上相同的手段 但李施忠斗顺青 实在做得有些过火 四个同僚找借口出去 自己留守在厅内 像个傻瓜一样 但刚上任就请假 实在招人勿议 故而他忍了七天 等他跟王后的一番话后 韩刚想了又想 还是决定再忍个十天 至少把自己的才能多展露一些 到时候再放手 不会有人怀疑是自己的能力不足 而是明白他韩刚 不想陪李施忠他们玩了 管你有什么阴谋诡计 我照样说一句 恕不奉陪 韩刚打算歇个两天 直接跟王勺去甘谷城 在那里考察一下 把伤病营的这摊子事做起来 这是他的直思之意 李施忠也说不了他的不是 韩刚垂下手 从躺椅边的小机上 端起一杯微温的茶汤 喝了一口 一只白脸山雀 扑愣愣飞到了梅树枝上 尖声叫了两声 清风拂过 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阳光照下的树影变换不定 韩刚打了个哈欠 这样的安逸清静 实在让人沉迷 后厅一个陌生的大嗓门打破了宁静 传入韩刚耳中 也把枝头上的白脸山雀惊飞了去 韩家新宅只是精致并不算大 只要门窗一开 声音就能随着风穿过来 韩刚也不用猜 这是韩阿里找来的牙婆 好像是姓柳 韩刚听韩阿里说过 别的仆役可以暂时不要 首先得找个懂女红的厨娘 韩刚已经是官人了 都是老夫人的韩阿里 自然不便在下厨 韩芸娘一个小丫头忙里忙外的 实在忙不过来 韩刚不管这些事 听过也就算了 反正家宅里的事情 都是韩阿里在管 大嗓门在后面大声谈笑 这些三姑六婆 都是在各家后院走门串户的多 还有的顺便卖些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 顺便说说闲话 穿些八卦 也是大户人家的女眷 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 在韩刚的理解中 他们大略是水浒传里 王婆一样的人物 只不过像王婆那样 既做媒婆又做衙婆 还做产婆 私下里又能帮人搓个偷情 做马婆六的 也算是极品了 这世上的三姑六婆 大部分还是循规蹈矩的许多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第八十九集 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第九十集 第八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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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